收看的是TVBS新闻台 欢迎继续锁定TVBS 我是谷彩燕 这次凯米台风重创台湾 来看高雄现在雨还在下 但美农地区淹水淹得非常的严重 氛围持续扩大 住户说短短十几分钟水就淹进住家 让他们措手不及 连线记者宋佩文 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 刚刚下大雨短短十分钟的时间 这个水已经淹到了我的脚踝这边 而且已经淹到了家 安倍给你问一下 现在是刚刚水就直接淹进来了是不是 大概多久的时间而已 电池要用我一小时之前就开始搬 电池大概三十分超过了 是 那你现在呢 现在搬了 你现在搬 我妈还在这里 还在 还在山 这个电高的高度行吗 够吗 这个高度够吗 不再电了 不再电了 好的 你可以看到阿伯他这个地震事务所 原本就有很多的纸张文件 但原本已经垫在椅子上了 可是你想要看到 这个水是不断的不断的 一直在往上攀升 让他也是束手无策 现在要赶快把这个文件 再加高能够垫多高算多高 因为从早上五点开始 在这个美农国小这一带 民生路的这一个区域来讲 根本这个水完全退不去 一下子就看到这个水势的 扩大的范围 现在连周边的影响到的 这些住户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在短短十分钟之内 这些水都淹到了住家里头了 所以有很多的住户赶快把住家 一楼的东西是不断的在电高当中 就是希望说这个雨看 可不可以赶快小一点 能够水赶快退去 因为足足泡在水里 有超过了八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真的是让他们快受不了了 不只是美农 高雄美术馆周边 博游路变成了黄河 那锦销是用背的 把卧床的变换背出来 交给李洁 外头下个大雨 可以看到两名黑男子 背着一个人站在水中央 不断卖力的徒步往前进 仔细看这两名黑衣男子 其实是消防队员背着一名病患 让我们看一下当时的行星 25号上午9点多 高雄古山永德街的民宅 传奇有两名长辈受困了 当下美术馆周遭淹大水 而这淹水的行星 乍砍之下就像是黄河一样 再往远处看 这一烟不止行人 村不难行 就连停放在路边的轿车 也全部变成了泡水车 从高速往下看 银色的轿车和黑色的车辆 是通通泡在水里面 当下有人打开车门 不确定是不是车主 还在看这车子要怎么处理 高雄美术馆 在当地可说是豪宅区 这么一言 薄油路都看不见 要是这大雨持续不断 居民希望水赶快退 恐怕不是这么容易 住战社区地下室 百万名车恐怕也面临了 泡水受损的问题 就算水退了 车子要怎么修 还能不能修 恐怕也是伤透脑筋 而台风让神明也受困了 高雄骑山 知名的地标济公像 庙堂大厅 都泡在水里面 高雄骑山知名庙宇 凤山寺 地标济公像的下方广场 看过去一片汪洋 当地信仰中心 也饱受水患之苦 深度淹过半个机车轮胎 甚至蔓延到庙里 庙方一早开直播 呼吁信仲和志工 千万别出门 中台凯米在中南部 降下超大豪雨 高雄骑山被列为 淹水一级警戒区 由于骑山溪上游暴涨 水位超过警戒值 新骑尾桥25号凌晨4点半 预警性封闭 秦山桥清晨6点 全面禁止通行 滚滚洪水夹带泥沙 逐渐逼近桥面 让人触目惊心 工作人员一早就拉起封锁线 有民众不知道桥被封 出门采买后 却无法原路折返 高工局呼吁用路人 改走中华路 骑南二路 骑平路等替代道路 确保安全 通往骑山的道路暂时封闭 必须等到水位下降 半个小时过后才能放行 当地民众担心 这波豪大雨来势汹汹 向极了15年前的巴巴风灾 只能祈求老天保佑 别酿成严重灾情 TV本新闻宋佩文 挨招贤高雄报导 现在虽然说全台湾都是停班停课 可是高雄很多人还是需要上班的 就看到这些上班族 一下子要闪烟水 一下子闪路数 甚至有车子是直接灭顶 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在国史燕草交流道的出口处 可以看得到 整个从这个上面 一直到下方 居然排了将近有 二三十公尺的车龙 国史燕草就到附近 一度成为大型停车场 因为路面水淹一个轮胎高 有车辆抛锚 驾驶不敢贸然通过 而在大树台29线91K处 更是有轿车直接灭顶 基本位置是在高雄市旧铁桥 目前看到的是有一部车已经完全淹没 它的深度有1.5公尺 水升大约1.5公尺 影响了双向机车通行道路封闭 而在高雄市区的中正交流道匣道 也出现了积水超过半个轮胎高 只有轿车因此抛锚 你这车是怎样 我都以为我上去的大 砸到下来 积水泡到水就在 行经人车漸起大量水花 因为受台风急为有环流影响 高雄持续下大豪雨 虽然停班停课 但还是有不少民众需要上班 男子家工区周边路段出现积淹水 其实硬着头皮赶上班 结果摔车了 那是被水下到是不是 整个跌倒 有受伤吗 用签的好了 同一个路段 竟然好几辆机车冒险通过 但水太深了 几乎淹过一个轮胎了 直接洗火抛锚 只好下车改用签的 就连汽车也卡关 没数得这么厚 没 不知道啊 因为大雨各路段出现积水 让一早赶上班的上班族 除了要闪躲路面树枝垃圾 还要冒险涉水 台风垫的上班路关卡重重 体验新闻 徐继红 赵丽 张力宁和一信高雄报道 最新消息台北捷运宣布 说下午三点开始 发车的班次恢复成假日时刻表 向文虎县每五分钟半发一班车 松山新店六到八分钟 其他路线大约是九分钟左右 好 再来看云林陡南 持续在下大雨 这使得寸沟旁边的住家 就开始淹水了 现在知道有五个里 都泡在水里面 连线记者 廖帆一 好 如果我们实际来关注 云林陡南的灾情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场在云林陡南这边的乡里里面 水已经淹到大概是小水度的高度 那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 大湖口溪的溪水暴涨 所以附近的正高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水都已经淹过 提防了淹到江里里面来 所以当地的工作 也加派了许多移动的冲水机 希望赶快把水冲出去 不过还是排水不及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这个 这个里的外围一点 虽然现在是小腿度 但其实在里面一点 是有到腰部的这个深度 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现场这个山寒月 都已经整个都泡在水中了 那居民也是非常的困扰 甚至有民众怕车子泡水 都已经把车移到比较高的地方了 但这个地方 这个淹水也导致居民非常的不方便 阿伯 给你问一下 现在有多久都没饮水了 已经四五年 四五年 这次会觉得最严重的吗 这次很严重的 饮水很严重 水都很严重 你的房子有饮用到吗 都在饮水里面 没饮水了 没饮水了 都拌走 都拌走啊 提前搬走就对了 我说水来都拌走 有没有方便在这里 有没有方便 现在要出去也就没有方便了 你车停在哪 车上去里面的厚寒 的堡路里面 怕水一直煙起来 因为这个水仍然... 现在虎虎越大了 现在也有很多人 怕去厚导 会看到 问题就是 这床 床床 都没有所准 水接着起来 水就会不会去 河川教徒不关心到 这个床床床 这些精臻 没有所准 会关系到水会在感觉 我們希望這個河穿腳 看來有那麼多 要盡量再收穿 要整理一下就對了 整理一下 我們這裡的地圖 就更困惑 更變得更煩惱 因為受到西南汽流的影響 其實在中南部越晚雨會越大 所以其實在地的居民也會擔心 水會越淹越高 其實在這個房子裡面 所有的家具其實都已經泡水了 那他們也是說 除了這個家具泡水之外 農地的損失也是非常的慘重 他們希望相關單位 能夠趕快注意這邊的排水情況 希望不要再讓飛機繼續重演 以上最新的消息 好 看來雨布曉 也希望在外面採訪的記者 要注意安全 再看屏東長治鄉這邊 水大概淹到小腿 但是有居民苦衝作樂 把那種塑膠香 拿來當成船 在門口划船 坐在橘色大塑膠香 滂沱大雨中 就像是在划船一樣 如果仔細一看 會發現 這裡根本不是河邊 開米颱風席臺帶來強烈雨勢 民眾不用出門就發現 水已經淹到自家門口 大雨一直下水也退不了 只能苦衷作樂在水中游泳 或是挑戰在狂風暴雨中騎自行車 這次屏東淹水狀況 真的可以說是相當嚴重 不少地方都傳出災情 同樣在長治鄉 部分住家甚至淹到小腿高度 另外德榮村下錯街 更是被水完全覆蓋 整條馬路完全看不見路面 就像一條小河淹到半個輪胎高 就連村莊也沒能幸免余難 滾滾黃沙泥流 從高樹鄉泰河路山上流下 居民開車都只能涉水而過 還有平哥大附近也出現積水 至於河深市場旁也是降下好雨 同樣導致淹水災情 其實雨刷已經開到最高速 人刷不掉玻璃上的雨水 但還是能看見水已經淹沒整條道路 凱米颱風來勢洶洶 不只帶來大雨 狂風甚至將大樹吹倒 擋住往來道路 而在東港華僑市場前 開車經過眼前卻是雪白一片 還以為哪裡降下大雨 原來是颱風導致消防系統故障 才會產生這樣的景象 只能說颱風天上路還是要 隨時注意路況 避免危險發生 另外屏東新原鄉的西村 說那個水淹到成人男性的膝蓋 那麼高了 詳情交給盧品浩 穿著雨衣走在路上 然後腳邊不時漸起水花 越往巷子裡面走 淹水越來越深 甚至已經淹到一個成年男子的 膝蓋高 有民眾穿著雨鞋 緩慢賣開步 發生著水都灌進雨鞋裡 連走路也變得吃力 走在積水的道路上搖搖晃晃晃 整條道路都淹到車輛無法通行 只能徒步回到加州 這裡是屏東新原鄉西村 家家戶戶的庭園都湧入了雨水 放在室外的家具也都遭受到波及 雨還在不停的下水 也遲遲無法消退 氣象署資料顯示 屏東縣新原鄉24小時的食雨量 來到了448毫米 導致不少低洼地區 都有積淹水的情況發生 提醒民眾盡量避免出門 好 來看嘉義山區 阿里山的蓮外道路 現在也變成湍急的河流了 甚至山腳下的中浦鄉這邊 居民說家裡面都被水淹怕了 大雨夾帶著泥石 路面上有許多碎石 整條道路如同小河一樣 完全無法通行 我住家看災 走到這邊就不能走了 這裡是嘉義169縣 王樂野村的路口 下坡路如同瀑布一般 場面十分震撼 就連阿里山小火車的鐵軌 全都被水淹沒 同時還在不斷下著大雨 一旁的山坡地 就像是小型瀑布一樣 把雨水全都集中在軌道上 場面相當驚人 原本應該熱鬧滾滾 人潮很多的阿里山奮起湖 街道上空無一人 燈籠和樹葉都被風吹得不斷搖擺 路面上的積水不斷往下流 一旁還有四處散落的樹葉和樹枝 不過不只山區雨勢驚人 就連阿里山山腳下的中浦鄉 也有民宅被大水入侵 目前是停電了 摩托車是已經淹水已經淹過了 民眾好無奈 因為電風扇和家具全都泡在泥水裡 摩托車來不及遷到高處 全都被水淹過 地板上的物品散落一地 還有不少東西已經隨著水流沖走 中浦鄉社口村24號晚上11點左右 雨下太大 水從對面的水溝湧了進來 沖進房子裡 同時還夾雜著一堆泥巴 水溝呢 它就是水就開始湧進 然後湧到我們家 而且它就是外面 到後面之後就整個湧在家裡面 地板一片狼藉 淹水雖然逐漸退去 但最誇張的時候還淹到小腿肚 後續的清理又十分麻煩 讓民眾好困擾 而根據氣象鼠統計 過去48小時內 阿里山的累積雨量 就快要破仙 民眾一定要特別留意 TVBS新聞 季健亨徐敦嘉義報導 其實凱米颱風的颱風中心 在凌晨就已經出海了 但是颱風尾非常的長 我們要請教氣象主播宣童 高頻像是中部山區 南部等等 昨天深夜雨下到現在 看起來好像沒有停止的跡象 確實凱米颱風呢 雖然在過了山之後 強度是不斷的減弱 現在每秒的近中心風速只有每秒33公尺 但是我們看到 它即便已經來到了台灣海下一帶 但是它的暴風圈依舊很大 是把整個台灣都罩住了 大概半徑是250公里 只有一個地方就是在屏東 它有解除陸上颱風警報 但是中南部的山區 當然也包含在屏東的山區 他們的雨量是相當的多的 同時也發布著超大豪雨的等級 我們要注意的是這個颱風呢 雖然現在已經逐漸的在遠離當中 但是解除警報範圍的 可能只有在東半部地區 因為雨勢和風勢稍微的緩和 現在西半部地區 尤其在新竹以南呢 雨還是非常非常的大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除了本身外圍環流帶來的 西北風之外 還有西南風拖著長長的水氣 我們本身就是在一個 大的低壓槽裡頭 所以雨會非常的多 而剛好呢 這個風向又與海岸線 是呈現一個垂直 這雨水很難去排解 河口的水很難去排解 就會導致中南部地區 很容易會出現積淹水的狀況 所以現在要留意的 就是這長長的雨帶 到底什麼時候會結束 來看到在今天晚上呢 其實一整天 中南部地區 都還是來到紫一片白一片 代表說它的累積雨量呢 可能都在130到300毫米以上 甚至你看到在白色的區域呢 已經來到300毫米了 而目前實際上的累積雨量呢 光是6個小時 在高坪地區的山區 都突破500毫米 所以今天中南部地區 要突破1000毫米的地區 應該會很多 而到了禮拜五 禮拜六 雖然會逐漸的緩和下來 但是呢 山區的雨勢 都還是來到豪雨等級以上的級別 要特別提醒 而在北部地區呢 雖然水氣有稍微的少 但是還是會有一些間歇性的震風 所以前氣象局長證明點就表示了 現在要注意的是 中南部地區山區的大雨 或者是豪雨 而在颱風中心附近 仍然有顯著風雨 颱風警報目前還在持續 所以中南部地區朋友要特別留意 好 看到宣童還在值班 就知道我們做媒體工作的 是沒有颱風架的 但是大家很關心 像高雄之前有露術砸到歧視 送一搶救不至 宣童這樣子能夠申請國賠嗎 好 確實喔 因為當時呢 這個颱風在還沒有登陸的時候 因為它的暴風半徑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即便還沒有登陸 對整個東半部地區 就已經造成了非常大的風雨 而在西半部地區同樣也是 雖然我們說要過了山之後 西半部地區才會有比較明顯的陰風測 但是外圍混流很大 所以不斷的灌入強風以及強雨 所以就導致了什麼樣子的狀況呢 我們帶大家來看 在昨天中午的時候呢 一名富人她颱風天騎車在路上 結果呢就遇到了路樹倒塌 就砸中了它 而且送一不至 你千萬不要看這一張照片 感覺這個樹很像很小 實際上呢 它高有6公尺到7公尺 而且它的寬度呢 幾乎是已經可以超過 整個這個機車的寬度了 所以當這個樹砸到它的時候呢 不只人員傷亡不至 甚至連機車也是毀損的狀態 而且很多人就懷疑說 是不是因為人行道整修 所以破壞了樹根呢 目前警方是已經採證了 要提供給檢察官來做參考 只不過現在律師也有不同的看法 他說除非是公共設施來設置 或者是管理不當 才可以獲取國賠 比如說當這個路樹 如果它修剪不當的話 或者是防治措施做得不足 他們才可以申請這個國賠 也才有通過的機會 那麼現在網路上 也有很多討論的論壇 是有提到說颱風架 每個人都在放假 那麼哪一個職業是最可憐的呢 當然第一個就是KTV 還有百貨公司以及超商 因為他們幾乎是全年無休 再來就是台電的員工 他們要負責搶修 警察以及新聞媒體 他們必須要站在第一線 來報導最新的資訊 而在機場人員呢 則是因為他們要輪班要排班 所以就算沒有飛機起飛 他們也還是要到機場裡面 來做一個待命 而且最多人點名的 就是醫療院所的工作人員 因為不可能把這些住院 或者是急診病人放著不管 才言 好 所以大家辛苦了 再看澎湖的狀況 強風豪雨現在說部分碼頭的海水 已經溢流到馬路上了 請郭穎帶我們看 好 周區帶來關心凱米颱風 在澎湖的最新狀況 可以看到在這個漁港這邊 其實海水是持續的往上升 並且是已經整個淹上了路面 那向澤的情況呢 其實就是因為這一次呢 凱米颱風適逢是澎湖的大潮的時間 因此呢 是整個海水在下午的時候呢 是持續的往上 並且呢 在現在這個時間呢 是已經整個幾乎快要切齊這個路面 因此呢 加上這個一陣風吹來之後呢 就會造成海水是整個往路面上面淹 那向澤的情況呢 其實到今天晚上都還會持續 要一直到退潮之後才會比較趨緩 那也因此呢 當地的警方呢 是在各個碼頭 以及相關的一些港口 都有駐守在這邊呢 就是避免說呢 有人呢 是開車進來 甚至呢 是徒步靠近這些地方 會造成一些危險 那不過呢 其實在過去的時候呢 這有發生過類似的狀況 也因此呢 警方呢 也是提醒民眾說 碰上這樣的情況 是要避免來接近漁港 或者是碼頭 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避免說呢 看不清楚路面 或者是說海水比較高的話 會看不到整個落差 就直接掉進水裡 是相當的危險 呼籲民眾要特別注意 一項目要注意情形 前向署可能會在 今天晚上就解除 凱米的路上警報 但是宣童 大陸這邊 什麼時候會登陸呢 好 確實 中台凱米颱風呢 它現在是已經來到了 台灣海峽這一帶 但是暴風圈 依舊籠罩著台灣 超過三分之二以上的陸地 而現在需要警戒的範圍 當然還包含像是 馬祖地區 因為相對是比較 靠近它的核心區 所以風勢呢 雨勢也相對會來得比較大 但現在第二個 需要注意的 可能是中國大陸 即便這個颱風在過了台灣之後 這個中央山脈 有把它阻擋過多的風 以及過多的雨 但是它的強度 依舊是不容小覷的 我們對大家來看一下 目前在中國大陸 他們預測的時間點 可能會落在什麼時候呢 在今天凌晨零點的時候 從宜蘭南澳登陸之後 在桃園的新屋出海 而預計在今天的下午到夜間 可能中心就會從福建的福頂 到近江沿海來做登陸 我們首先先來看到 在左邊的這一張衛星雲圖 你可以看到 其實需要注意的 不只有這個颱風本身 因為風其實相對來說是次要的 反而是這個雨 因為這個雨是從西南季風這邊灌進來 所以雨勢會非常非常的大 不只台灣的中南部地區首當其衝 其次像是整個華東地區 還有華北地區 也是降暴雨的地方 而另外在廣東還有廣西 則是呈現一個下沉氣流 所以溫度反而是高的 要注意感受上是比較濕熱 兩個地區不太一樣 而現在大陸的氣象分析師也表示了 這個颱風恐怕會成為今年 西北太平洋上面的風王 可想而知它的威力勢必很大 因為它的強度增強的速度很快 而且它暴風半徑也大 影響的區域一定會很廣 目前中國氣象局 他們是已經發布了颱風的紅色預警 升級到暴雨的橙色預警 降雨預計會持續30個小時 而且每小時不排除會出現降雨量 70毫米以上的時雨量非常的強勁 另外要特別提醒的 就是在浙江東南部 還有在福建東北部 恐怕會有大暴雨的產生 整個華東 華北 都有可能會有大暴雨 導致淹水的狀況 而在廣東廣西則是要留意 溫度會異常的高 才爺 好的 謝謝宣童 再來關心在花蓮發生 令人難過的死亡意外 一家三口開車本來是要出門 去超商買東西 沒想到車子才剛停好 突然50樓高的女兒牆被吹落 砸到車子 造成後座的媽媽不幸死亡 7歲的小男童現在還在搶救 狂風呼呼吹 頂樓鐵皮整片掀開 石磚造的女兒牆也不敵牆風清洗 吹枝掉落 砰的一聲 砸中正下方的白色轎車 車神巨類搖晃 零件玻璃瞬間噴飛 第一時間駕駛踩油門往前開 正歲的車殼還留在原地 後座的妻子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7歲的兒子命為松醫 當時我在房間的時候 就是突然進到樓下有巨響 然後我就往窗戶外面看 就有看到一台白色車被砸 然後那時候就立馬送下去幫忙救人 小孩就是肚子稍微就是 在類似這樣抽訓 那個女生的話就是沒什麼生命技巧 目擊民眾是剛搬來對面半年的住戶 24號傍晚5點半左右 花蓮市區中心路上 刮起14級強震風 6層樓高的女兒牆不堪負荷 砸中底下白車的後車廂 熱心民眾衝上前幫忙 協助母子脫困 45歲的高姓婦人 送往慈禁醫院還是回天乏術 7歲的兒子重傷 意識不清 目前還在小兒加護病房 尚未脫離險境 女兒牆掉落大樓是美輪飯店租來當員工宿舍 新屋主12年前買下這棟建築 當時頂樓夾蓋就已經存在 事發當下飯店協禮前往醫院維穩家屬 頂樓夾蓋平常並沒有使用 似乎是年久失收被吹垮 飯店強調會持續聯繫家屬 醫藥費的部分也會主動協助 女兒牆不敵凱米強風掉落 也導致一家三口一死一傷 天人永隔 鐵扁新聞綜合報導 死窩的媽媽她是門諾醫院的護士 其實颱風天當天她是上班的 下班之後一家三口去買東西 爸爸難過的說 當時車子才剛停好一秒 就發生了憾事 我們實際爬上了美輪飯店宿舍 隔壁大樓的屋頂 可以看到頂家鐵皮是完全承受不住 昨天晚間的狂風VOGUE 嬰兒掀起來砸向了女兒牆 讓女兒牆倒塌 從六樓砸到一樓發生了憾事 一塊石磚震水幸福美滿的家庭 當時駕駛馬姓男子 左腳纏紗布 右手拿雨傘當拐杖 一搏一搏現身排出鎖 微翔事發經過男童爸爸聲音顫抖 說一切發生的太突然 這把車準備停不答應了 就掉下來了 其他家屬也形同發文寫下 上一秒還好好的 下一秒就發生不幸 強調家人絕對不是颱風天出門玩 這一家人是布農族人 爸爸是原家中心的督導 媽媽則是門諾醫院的門診護理師 已經有八年資歷 一線人員颱風天冒風雨上班 當天下午門診停診 十二點半下班 傍晚一家三口開車去附近超商買東西 卻再也無法一起回家 七歲男童才剛要上小醫 家屬說他個性活潑壞相 全家感情好爸爸都會帶兒子 接送媽媽上下班 他就只有 真的要好的那個同事 會不會多話 他就是會去接他 上班的時候 有時候會碰到 事發現場屋頂的鐵皮 還是搖搖欲墜 是不是違建 還要等監管單位確診 無奈憾事已經發生 縣服表示會替傷亡者 爭取最大補助 現在所有人都希望奇蹟出現 男童能平安渡過難關 TBS新聞綜合報導 您現在收看的是TVBS新聞綜合 頂尖大學金頭的